笔电及云端伺服器代工大厂 音叶达今天举行望年会尾牙 锡开430桌 对于2017年集团董事长李时清乐观看待 并表示2017年是传承交棒的一年 集团要朝年轻化发展 向退居第二线 只要符合60岁以下的原则 都可能是交棒对象 在新的一年 敬祝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我们的投资大众们 新年快乐 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音叶达集团董事长李时清 向观众拜个早年 集团尾牙望年会也在同一天举行 锡开430桌 音叶达创办人叶国一 与董事长李时清 率领集团六大公司高阶主管 四千多名员工 齐聚一堂展望未来 2017年是音叶达 完成交棒的一年 2017年也是我们 大家需求学习 我们的推动 因为4.0过程发现 光是执行力是不够的 更重要的是大家要有学习 李时清指出 2016年 集团导入工业4.0概念经营 今年更朝向第二阶段 达到制造服务化 提升产业转型升级 在商用笔电 伺服器 智慧装置需求畅望下 2017年营收 毛利率都将优于去年 总装置出货量可望达一亿台目标 加上工业4.0的需求 面对一粒一修政策上路 李时清这么看 已经是通过的立法程序 在执行中 我们一定配合 过去我们说 休息是走更远的路 现在应该讲说 学习才能走更远的路 所以我对我们的同事 能够在休息的时间里面 多加的学习 我相信我们的企业的竞争优势 只会增加不会减少 李时清表示 人事费的确增加 但员工就是企业的资产 只要不断学习 就会为公司产生更高的竞争优势 李时清也带出集团要朝年轻化发展 想推去第二线 只当董事 预计三月就会提出董事候选名单 符合60岁以下的原则 都可能是交棒对象 新唐人亚特电视高建伦李晶晶 台湾台北报道